我就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产业聚落 包括我们现在跟台铁在合作进入火车站的对面 我们想做一个比较大的产业聚落的案子 市长谢果良亲自出席台湾智慧物流学校交流筹备会议 分享曾经造访乔治亚理工学院供应链物流课程 对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选举期间我有造访了亚特兰大 然后造访了乔治亚州理工学院 那他们最强的几个领域其中之一就是工业工程里面的供应链物流 它是连续有好几年都是在全美排名第一名的一个这样的课程 那所以我们今天有邀请了一些包括航运三雄 包括各类的物流企业 今天到基隆来大家及时广义谈谈就是说 大家对于一个智慧物流及供应链这样子的一个 例如学校或基金会有一个学习的平台 然后引进乔治亚州理工学院这一类的课程 培养这种高端技职的一个人才培训 之后尽量再在七堵的火车站周边 就是阳明海运 总部为基础的附近的一种基地 然后引进就业 我们来探讨这样子一个可行性 这场会议召集了物流电子商务航运资讯等产业高阶经理人 共同商议 规划设置台湾智慧物流学校 而不少高阶经理人在会中及时广益 期望透过教育平台 同时引进乔治亚理工学院的物流课程 未来能够培育人才吸引企业合作 就以一个产业来讲 我们的海运业其实还蛮outstanding的 事实上我们的货柜双三雄 还有很多诸多的物流产业 其实在国际领域上的表现 一点都不差 这一点是蛮值得肯定的 所以我对于我们基隆市 还有SOL这些合作 去发展在知识领域上面 往物流方面去做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当然是觉得相当的感同身受与赞同 我们现在谈的都是一个学术上的研究 如果让它这个学术研究 变成是一个孵化器引导主栏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基隆的圈缺是这几年来的 没有去做一些发展 我们能够引导基隆走向更为了 这是我们要做 谢谢市长能愿意 有这一次的很好的一个机会 让大家有这边的一些做一些发表 到基隆都做得更提升 美国受国际物流协会台湾峰会理事长 对于规划推动智慧学校选址在基隆七度 提出了分析 因为基隆本身 对从历史上来讲 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港口 它本来就是一个人跟人之间交流很大的一个聚集地 以前之前的这个贸易的一个很重要集三地 那随着这个转型 那现在在谢市长的领导之下 那怎么样透过现有的地理环境 因为真的是离台北非常的近 你开车不到20分钟 去到达这个部分 又离港口 在这边那么好一个地理位置 你怎么样汇集不同的人才跟不同的思维 然后来到这个部分 建立下一个模式的实力 也就是我刚刚一直在提到的软实力 透过用一个工业内物流为主轴 这样的思维替基隆带来一些就业机会 是不是一定会成功 其实我们也不敢说 不过就是要大胆去尝试 基本上我还是比较倾向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可以引进乔治亚州理工学院的 供应链物流课程是可行的了 我们了解 那在基隆周边大家来上一些记者的校域 或者是我们提供给 由我们师傅出面 来提供给基隆的学子 想要在供应链物流上面 更进一步进修的这些年轻朋友 其实这都是可行 但是之后 这个学习的部分没有问题 但是之后到底能不能够导入 更多的企业就到基隆来看去设点 然后就业就在基隆 然后就在火车站的周边 这一点我们还要努力看看 基隆是台湾重要的邮轮和商港 市长谢国梁去年访美时 曾提出要在基隆设置 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产学中心 上任后积极导入产业 创造就业机会 这次筹备会议 也是实践先前竞选承诺的具体行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道遠馤 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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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